花蝴蝶 一眼就看出 翻江淑蒋平 这小子大喊一声 群贼正在窝坐着 听他这么一喊 一阵大乱 什么 他是蒋平 大武艺 别让他跑了 抓住他 一个个甩大厂 牙似胡铁乱飞 仓得了各拽刀剑 赌门的赌门 赌窗户的赌窗户 就把蒋四爷给包围了 神手大圣铁边缘后 蹬车 也为之一愣 好了 登车 定睛 看看蒋平 我说 你到底是什么人 蒋四爷心里的一惊 后来他一想 我别承认 花蝴蝶跟我黑天见过面 时间并不长 也许这小子是炸我 我得稳住神啊 想到这儿一不慌 二不忙 复之一笑 嘿嘿嘿嘿嘿 我说这位 大概您认错人了 频道 只有出家 在波云山 大波云观 您说的那个大武艺 开封府 我听这词心情 似乎与频道 毫无关系 我说 可不要误会啊 你们拿刀动枪 这是何苦来的 三言两语 把这个气氛 就缓和下来 蹬车一响 背不住花蝴蝶 认错人了 他妈的这小子 跑到我这儿来 不知道怎么留学好了 正感受我过受担之日 给我找了个丧气 他还很不满意花蝴蝶 县长 不要听他胡说八道 赶紧下去吧 无良受福 多谢庄主耶 嘿嘿嘿嘿嘿 说这话 蒋平 抱取鱼骨筒 拿起鱼骨剪板 转身要走 花蝴蝶 弄了个大眉雀 这小子一醒 是蒋平 凭我的眼力 一定看不错 嘿 大伙都不相信 这怎么办 这小子还不自信 歹后子又喊了一声 站住 你把那鱼骨筒 拿过来我看看 没等蒋平同意 花蝴蝶往上一蹿 把鱼骨筒 抢过来 用手一颠 挺沉 这里边搁着东西 把盖拧开 他往地下一倒 乖喽 把蒋平的分水 扼眉刺 到他地上 这一下是真相大白 花蝴蝶用手一指 姓蒋的 你还狡猾不 你不承认行吗 庄主爷你看 我说的对不对 蒋平一看 瞒不了了 你伸手 捡起分水 峨眉色 宁身望外就近 那哪走得了啊 被群贼前后围住 各拉家伙 就伸了手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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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平一看 坏人 双拳难敌 四手 好汉 加不住人多 打下去 自己啊 非死不可 当然了 死倒是不怕 他丢人呢 要不怎么叫光棍掉 耍不人的呢 蒋平 明知的不行 把分水 峨眉色 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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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车喝令一声,啪,把蒋平绑起来了。 当时就审问他,你到底是不是翻江苏? 然也,你算猜对了,正是你家蒋四爷。 蒋平,你化妆个道士,来一次何干? 抓贼来了,跟你们没完呢,一个贼也跑不了。 今天我是收装带包园。 花蝴蝶一瓶蹦我这,啪,给蒋四爷就来个嘴吧。 小子,这是什么地方,你跑这儿猖狂来的? 这不是你们开封府,打他打他。 把蒋四爷就一顿叛奏。 那么能好得了吗? 蒋四爷说嘛,无缘无故,吴蜀弟兄来的。 要真像蒋平说的那样,来抄我的邓家谱,这还不好办呢? 我事先一点准备都没有,为了弄清这个底气,他决定从蒋平的嘴里把这口宫要出来。 因此他吩咐一声,把蒋四爷吊在院里的一棵树上,衣服挖掉了,往穿个裤衩。 旁边准备了一支水桶,急飘鞭子。 邓车站在狼眼下,就神气了。 蒋平,你们来了多少人,都埋伏到什么地方,还不从事的讲来? 哈哈哈哈哈,行当的。 卫从说这话,你不怕风大山的舌头。 你倒当了官了,审问求我来了。 啊? 告诉你,来的人可不少。 究竟有多少,我可不告诉你。 你要想从我嘴里问实话,没门。 邓车一听急了, 大 花火点自告奋勇 乐意长得可行 他恨厚了无数地心 特别是 关系自己的命运 他更想听一听 大无意来的几个 用什么办法要 捕捉他 所以他迈不过来 把绣面往上一碗 鞭子抄起来 在桶里他站了两下 姓杨的 你说实话不 就是不说 那我可对不起点 啪 啪 没脑袋没屁股 就下了死手了 这个鞭子抽人 最疼不过 这抽上 就一条血线 鞭子往回一抽 劈开肉炸 再来一下 血肉横飞 那不是一般人 能忍受得了的 到了现在 藩江苏 蒋平 把牙关一咬 心一横 把这七十多筋 就豁出去了 你看 挨着打 蒋平这嘴还不老实呢 打一下 他顶一句 打得好 打得不错 打得太过瘾了 小子 你使点劲 没吃饭是怎么的 爷爷身上 最近太不舒服 就想叫你好好 给我打一顿 好想着 我叫你嘴 这能不吃亏吗 最后把蒋平打得 是死去活来 昏过去 凉水喷醒 又打死我去 又拿香 给熏醒了 浑身上下 血肉模糊 蒋平连眼都睁不开 蒋平一想 哇喽 想不到我死的 正在火啊 难道一说 我就这么活活 叫他们打死啊 不 不能那么傻呀 留着三寸气在 就能报仇 血恨 嗯 我别太将了 但是也不能跟他们说小话 蒋平有个绝招 能装死 打着打着 就见蒋平往上一扬脖子 俩眼一翻 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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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蝶一抬头 你看完了 庄主 这小子又没气呢 熏 哪只这一熏 熏 熏 不过来了 摸摸 心口 蹦 蹦 蹦 还有点跳动 还有点热气 等车一看 算了 拉出去 砍了 要真砍了 蒋平的命 就没了 在这群贼当中 有一个人 这个人江湖混号 叫小诸歌 姓沈 叫沈仲元 湖北襄阳人 你看的头身 陆林 跟那帮贼还不一样 这个人呢 比较善良 刚才打蒋平的时候 他在人群里的看着 心里的很不是滋味 另外 也赞成无数弟兄 是英雄 你什么说好话 不敢说呀 再引起众人的疑心 那就不好解释了 现在一看 有了机会了 邓车刚然吩咐 要杀 沈仲元 分人 来到面前 庄主爷 起来 哦 沈壮士 没什么拦着 庄主 荣比 今儿个是什么日子 您的千秋寿 三十日 可喜可贺 您说在这个日子杀人 我认为太不吉利了 您看他这模样 您就把榜生解开 放他走 他能走得了吗 以我之见 您哪 找个地方先把他压起来 您这喜日子过了以后 再杀他也不吃晚 难道说咱们还怕他一个受伤的人吗 庄主爷 您看着吧 要能听我的话呢 就留他一条命 让他多活一会儿 要不听呢 您就杀他 嗯 对 言之有理 得了 把蒋瓶 压入后院空房 花红铁一听 赶紧过来 庄主爷 死人留不得呀 为什么 哎呀 无数弟兄 是咱们路民大帝 有他在的 咱们睡觉都不安稳 您说这点不啥子 万一被人救走了 放虎归山 必要伤人啊 什么过生日不过生日 杀他有什么不可能 装装 干脆就把他宰了得了 其实花红铁说的 也不是不对 但是这小子没有微信 在人前说话都不如放个屁 蹬车本来就看不起他 听完他说话 把眼睛一瞪 哼 处伟在一旁 我的话出口 绝无更改之力 压切去 就这么的 把奖平压进去了 大后院 一拉六有那么十间房子 专门是压人的地方 你说邓车就是个财主 他家里头 就有监狱 凡是违背他一致的 都压得住 奖平压得把头一号 还是个死号 把木门开开 两个人把奖平推得里 可没捆 用不着捆了 那门也厚 锁头也大 窗户有铁壁子 你掌翅王也飞不出去 外的嘎嘣锁声 邓车命两个人 在外的严加巡逻 要风吹草动 速报前厅 这咱都不惜说了 单说蒋子爷 昏昏沉沉呐 一直到大掌灯以后 他才清醒过来 身子微微一动 哎呦呦呦呦呦呦 疼死我了 咱没说 被他的血肉模糊 那衣服 都沾到身上 那裤衩 整个汗在屁股袋上 动了一点 那伤口比火烧的还疼 四爷逼娃逼脚 那汗就冒出来了 哎呀 心里他一阵难过呀 按叫道 蒋平啊蒋平 你聪明一世 糊涂一时 您就没想到 被花火蹄认出来 哎 怪我料事不周啊 这怎么办呢 我受这个罪 大概我二哥韩张 兄弟丁兆会 老哥哥北侠欧阳春 还不知道呢 他们还等我的回信呢 八六 等着我的魂粮 给你们托梦不 哎呀 两四爷有心 节手 要尿尿 这屋也没尿捅 动作也不方便 哎 干脆就躺在尿洞 这一尿 这尿里头 连盐带减 什么成分都有 尿到山口上 比蝎子 蝎的还疼 四爷就这么 清醒一阵 糊涂一阵 要么三更天左右 蒋平刚清醒过来 就听这外 有点特殊的动作 咔 咕噗 巡逻就说话 哎 干什么呢 我呀 你是谁 到眼前你们就清楚了 咚咚咚咚咚咚 哎 怎么不认识你 怎么不认识我 你们好好看看 咕咕咕咕咕咕咕 呦 四爷当时把这眼睛就蒸大了 这外子杀人了 明明有两具尸体 倒在地下的声音 紧跟着就听 门上的锁头一响 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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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锁头开了 支喽喽 门开发 借着地上的油灯 看见有人闪身进来 掌住那把刀寒光闪闪 蒋平动了一动 仔细观看 呦 正是二哥 彻底属汉张 在这儿见了亲人 那心得多个平 甚至蒋平都怀疑 这是在梦中 二哥 死地 你守护了 汉张过来 把蒋平给抱住 眼泪掉下来 那弟兄有感情啊 说韩张怎么来的呢 咱们前文述说了 他们哥几个 分头了 你干这个 他干那个 各有各的任务 蒋平之身 来探邓家服务 摸一摸花蝴蝶 是不是落在这儿了 弟兄们约会好了 三惊天不见不散 但是他走了以后呢 北侠冷静的 想了想 后悔了 认为不应该叫蒋平去 这玩意的风险太大了 老头子最后一想 干脆 改变原来的方案 让丁兆惠 带着大汉龙涛 夜行子风漆 马上起身 赶奔新阳州衙门 恳求官府 发兵派将 捉拿花蝴蝶 就是花蝴蝶不带 抄了邓家谱 也给本地除害 所以呢 得派一个有身份的人去 丁二爷去 欧阳村带着彻底出寒张 带好了兵刃 起身赶奔 邓家谱 幸亏他们提前来了 要按照原计划 等蒋平的信 蒋平也活不了 花蝴蝶也抓不住 但他们来了以后 也是掌灯的时候 要依着寒张的意思 拉单刀闯进去 一场血战 欧阳村反对 欧阳村说怎么办 老四到现在没回来 凶多吉少 我呀从正门公开的去 地名片 败望 邓车 你呢 按地之中去 看看老四出没出事 一旦有事 想方设法把他救了 然后 咱们在前大厅 不见不散 韩张呢 狠替北侠担心 有心嘱咐几句 又一想 没这个必要 欧阳村 能力太大 根本没把这帮贼 看在眼里头 要说几句 等于废话 所以 韩张就同意了 哥儿两个分了两路 欧阳村走前门 韩张 夜叹 邓吉普 从后边来的 不巧不成书 访来访去 从一个仆人的嘴里 得知奖厅 被抓兽刑的经过 韩二爷 这才找到这个简单的小监狱 杀死巡守 把门给整开了 弟兄一见面 哭了半天哪 韩张一看多狠啊 怎么把我们老四打成这模样 四弟 快点 跟我走 将背小孩似的 把蒋平背出来了 蒋平就问 二哥 您跟谁来的 跟老哥哥背下 他在哪 他奔钱的听去了 又为花蝴蝶 又问你 二哥 您打算把我背哪去 我把你背到一个平安之处 哎哟 邓家族周围 哪有平安之处 二哥 您甭费劲儿的 干脆就把我藏在这个院里头 那那行 藏在人家眼皮底下 一找不去就把你找着了 放心 他一看人没了 准保上四爱找去 绝不能在眼皮底下找 您哥这一碗里更保险 然后您赶奔前厅 助老哥哥一臂之力 就别管我了 蒋平一贯就有主意 韩章对他非常幸福 听了听说的不是没理 往哪搁呢 在这个院出去 一拐弯 转过我一个院的门洞 这院养得净花 尤其是黑田 这个院子里清香脱皮 枝叶茂盛 哎 藏个人 好藏 往墙角呢 一看有个菩萨架 蒋平说 你就给我个菩萨架里就行 就这样 韩章把他放在菩萨架里 蒋平坐在这 往后吞了吞 二哥 别管我 走你这边 老四你可别离开这 等我们办完事 后来接你 行行行 快走快走快走 蒋平呢 在这听信咱们不提 丹苗汉长 离开这个院子 遍布飞身上房 赶奔前厅 等他到了前厅了 掌声去望院里 一看 打起来 消灭선 字边 概念 词